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高峰秀子自建十三座之一 有丰田四郎指导的燕 这是东京上空 融会有大燕飞过时发生的故事 媒婆喋喋不休地劝阿玉 她妻子死了 现在带着孩子生活 让你做情妇 实际上也是妻子 只是不能给你个名分 可人是好人哪 阿玉帮父亲吹着唐人 并不大话 媒婆凑近说 你是个残次品 犯过错误的 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难得 你也要考虑你的老父亲 他还能卖几天唐人呢 阿玉拜托媒婆典当的东西 卖了45分 媒婆拿了两分作为辛苦费 一边数钱一边唠叨 如今典当行都很抠门 一分钱都不愿意多出 离开阿玉家 媒婆第一时间来到放贷人墨造家 给她报喜 成了,成了 阿玉答应在松原饭店和你见面 我的账可以划掉了吧 莫造摆摆手 八字还没一撇 事成之后再给你划掉 莫造的妻子阿长出来 媒婆见了 赶紧演起戏来 请您再宽容我几天 我一定如数还钱 带着五个孩子的阿茂 还不上欠款 只好拿从和服店借来的布匹底利息 阿长心软 劝丈夫不要这么狠心 莫造推开阿长 你懂个屁,不要干涉我的生意 听说看上阿玉的男人 妻子已经死掉了 阿玉父亲很欣慰 不住跟阿玉说抱歉 发生那件事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以为他真的想娶你 直到他老婆孩子找上门来 我才知道被骗了 阿玉苦笑说 算了,都过去了 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 阿玉和父亲 早早来到松原饭店等着 不一会儿莫造也来了 但并未去找阿玉 而是先去了一帮学生的同学会上 要债去 学生们恶语相向 莫造只是低头,陪笑 热闹的同学会被放贷人破坏了气氛 钢田和同学到庭院里照点清静 杯中酒,水中月,眼前人 钢田不仅没找到清静 反倒搅乱了一池春水 莫造去要债时 媒婆也没闲着 告诉阿玉父亲 他答应给你建一座房子养老呢 你可真有福分 阿玉父亲不住点头感谢 莫造忙完了生意才过来 客气得很 阿玉一直低着头 陪在父亲身边 不出几日 阿玉从前昏暗了家 也挂上了出租的牌子 与之相对的 阿玉搬进了一套明亮的盒室 莫造虽很会赚钱 但仍旧精打细算 新家要装个置物板 莫造也是亲自动手 木匠太贵了 装个板子也要花钱 很不值得 莫造梦想成真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下 还拿出阿茂底利器的布匹送给阿玉 说特地为阿玉买的 阿玉疑惑 你不是有和服店吗 莫造立刻改口 店里的东西要付钱的吗 不然店员都该学我了 眼看实际成熟 到了可以供服乌山的时候 莫造便给女佣领钱 让她泡澡去 老父亲供着背来看望女儿 刚走到门口 阿玉便一扇扇关上了窗户 老父亲不便打扰 只好慢头弄再走回去 出着孤独的燕袋 看毛手毛脚的女佣擦地板 莫造妻子阿长白天听了一些风声 晚上看到莫造就是一通质问 说到激动处 动手动脚 又喊又叫 让莫造看了很是厌烦 阿茂带着孩子走了 将所有的布匹都留下底债 莫造看到现实发怒 随即又变了脸色 拿出一匹布给阿长 软圆软语的说 不错不错 好看 你别瞎担心 有你我还会找别的女人吗 阿长迟了甜枣 也就消了气了 阿玉隔壁的裁缝老师 送了些栗子蛋糕来 顺便介绍阿茂给阿玉认识 以后要买和服布料 可以找阿茂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阿玉答应下来 顺便拿出莫造 送给自己的布料来 请裁缝老师做一件和服 阿茂认的 那是自己给放贷人抵利息的布匹 莫造每日来没有别的事 来了就是换衣服 赶安危去洗澡 然后两人共服无衫 阿玉最近不太乐意去泡澡了 女人们都说阿玉是放贷人的情妇 对阿玉也是斜着眼看 不仅澡堂如此 鱼店也如此 鱼店老板娘看到阿玉 一把都会收鱼片 我们家的鱼 不卖给放贷人的情妇 阿玉受了气 嘟着嘴回家了 没想到大门关着 俩人还没从屋山回来 等了有一阵 阿玉才打开门 看到阿玉手里空空的 很是疑惑 阿玉跟阿玉讲了附近商店的风言风语 阿玉低着头走开 并未回答什么 阿玉看到莫造的小账本 小算盘 立刻明白过来 店主们没有瞎说 离开时 莫造下意识地说 得快点走了 不然老婆怀疑 阿玉藏起情绪 问莫造 接下来去哪里呢 是去和服店吗 莫造支支吾吾的 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意要处理 阿玉心里烦躁 跟父亲倾诉一番 父亲劝说 世道难啊 虽说放贷人 不受世人待见 但你想让我回去 接着卖唐人吗 阿玉自知无趣 便辞了父亲 快到家的时候 阿玉看到一个女人 拿着自己一样的伞 那女人盯着阿玉看 眼神恐怖极了 像是要吃掉阿玉 阿玉丢了魂一样 跑回家 不敢看到女人 惊慌失措的阿玉 不敢待在家里 跑到隔壁裁缝老师家 带着孩子的阿玉还没走 想多磨一会儿 能卖掉一匹布 阿玉看到阿玉 像发了疯一样 掐住阿玉 胡言乱语一通 控诉放贷人息吸血鬼 是杀人犯 阿玉再次被吓到 跑回家后 当即脱掉了内身和服 阿长划破了雨伞 一个人在家里哭 等莫造回来后 情绪又失控 动手动脚 大喊大叫 莫造这次没理由了 只好仓皇逃走 知道了自己被骗好 阿玉便开始 跟裁缝老师学做和服 掌握一门技能 以后保不起用得上 莫造听阿玉说 阿玉在隔壁学做和服 马上开始检查 家里的小柜子 小抽屉 眼神惶恐 阿玉回家时 正好看到这一幕 深宫半夜的 莫造又要去吴山 阿玉拒绝了 太晚了 没车了 一日回家 阿玉看到有人在门口斗鸟 走近一看 原来是那日在松原饭店见过的学生 两人四目相对 看向彼此 一吃春水 又被搅动起来 莫造在阿玉家小睡了一会儿 但惶恐的心 总是不安的 梦见阿长要掐死自己 吓出一身冷汗 撒谎多了就会这样吧 莫造告诉阿玉 都是媒婆搞的鬼 我没有要撒谎的 我这一生 小心翼翼的 赚钱赚钱赚钱 早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 直到遇见你 你是我的光 你重新照亮我的世界 阿玉走到窗前 没有答话 也没有再质问下去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日子 阿玉和阿长在家换杖子纸 一条蛇从房顶爬下来 吓得阿玉浑身哆嗦 恰逢钢田散步经过 问阿玉要了一把刀 异常冷静 准确地切向那条蛇 钢田是医学院的优秀学生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个课后小作业 阿玉请钢田进屋洗手 钢田有些紧张 洗了半天 手上还有血迹 阿玉说 我好像在松原饭店见过你 钢田样装想了几秒说 哦是吗 春天时我去那里参加过同学会 不过那天不巧 放贷人来了 破坏了气氛 钢田前脚刚走 天就下起雨来 阿玉赶紧拿着伞追上去 目送钢田远去 阿玉并未回家 而是紧紧跟在后面 阿玉一路躲藏着 一直跟到一个 写着轻松贷款的房子前 阿玉定睛一看 果然是莫造 有个德国医生在找助手 钢田只要通过考试 做了医生的助手 就能去德国工作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钢田一再重复 只要通过考试 就有200马克的薪水 莫造很现实地说 要是通不过呢 钢田沉默不语 钢田要借的钱 莫造只能给一半 为期十天 每天利息 百分之十 钢田没办法 只好到隔壁的旧书店 卖掉了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书 董钢田走后 阿玉马上进去 买走了钢田的书 钢田帮美人杀神的故事 传遍了学校 自有艺术系的同学 告诉钢田 如今的日本 不能接受你们之间的恋爱 我们都是无法中脱 明治时代的束缚的 但是呢 质固这个东西 可以守 当然也可以打破 阿玉再次跟父亲倾诉 莫造不仅是放贷人 还是有妻子 有孩子的 之前说的话 都是谎话 我们被骗了 老父亲吃着拢面 头也没抬 拢就是那句话 那又怎么样呢 你还要爸爸回去卖唐人吗 阿玉自知无趣 对老父亲说 爸爸你变了呢 临走时 老父亲塞给阿玉一个礼物 请阿玉一定要转交给莫造 细细丽丽的小雨 天色暗沉极了 阿玉又看到那个恐怖的女人 吓得丢了伞跑回家中 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赶紧拆阿玉去找隔壁裁缝老师 裁缝老师到巷口看了看 完全没人 阿玉越想越怕 冒出一身冷汗 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 我就没有其他活路了吗 裁缝老师告诉阿玉 还记得阿茂吗 现在已经沦落封城做了妓女 女人想要一个人生活 是非常艰难的 阿玉听得发正 只感到胸口闷 喘不上气 一个晴天 钢田前来环散 阿玉激动极了 拿出钢田的书来 忙去化妆 就在阿玉化妆的时候 莫造来了 钢田看到 放下伞失去离开 事实摆在眼前 阿玉无可辩驳 面对莫造 只好弹胸落入 给他一张乌山车票 莫造要出趟差 明晚才能回来 阿玉刚放下心 移开梳妆胎 没想到那本书倒了下来 莫造眼神复杂 拿了书告诉阿玉 这个我拿走咯 阿玉沉默着 不敢 功不能打话 莫造走后 阿玉放阿玉回家看妈妈 自己则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为了打卸钢田 此时的钢田 已经通过了考试 正在打包行李 准备去医生那里 和医生碰面后 第二天就会重船离开日本 阿玉做好饭菜 梳妆打扮好 董在门口 钢田每天散步 都会经过这里的 天色渐晚 雾气朦胧 钢田和同学 经过阿玉门口时 只是礼貌地笑笑 阿玉欲语还休 只能目送钢田离开 同学问钢田 看得出他在等你呢 钢田快步走着说 他有他的路要走 我有我的路要走 失落的阿玉回到家中 发现莫造中站在门庭处 阿玉此刻心情复杂 本想着莫造会责骂自己 没想到莫造一脸平静地 告诉阿玉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钢田要出国了 去欧洲 远呐 远得很呐 阿玉听罢 拿起钢田的书夺门而出 阿玉没找到钢田 便把钢田的书 交给钢田的艺术系同学 艺术系同学说 你要不要懂一会儿 钢田一会儿就来 赠别要见一面吧 阿玉只说 请待我向他问好 便离开了 阿玉到鱼店买了鲤鱼 准备送给钢田 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最后还是让鱼店老板娘 把鱼送到自己家里 鱼店老板娘 斜着眼看阿玉 阿玉说 放贷人的情妇家 您知道的 麻烦您了 莫造像热锅上的蚂蚁 抖在家里 阿玉回家后 哪句不好听说哪句 阿玉顶撞说 我受够了 受够这一切了 莫造拉住阿玉的衣领 但并未下手 莫造自卑极了 自己只是个 卑躬屈膝的放贷人 哪怕挨了巴掌 也不能还回去 哪里会打人呢 莫造劝阿玉 现实一点 你们不是一路人 你这样能得到什么呢 阿玉眼里止不住地流 我不在乎 哪怕是这样 我也不在乎 雨店老板娘送了鲤鱼来 莫造气得一脚踢开 嫉妒之火将莫造烧得通红 死死抱住阿玉 莫造越是如此 阿玉越是要逃 最后阿玉中脱开 急步跑走 莫造追到门口 终究无可奈何 阿玉跑到路口 正好遇到钢田 此时钢田坐在马车上 撞和医生离开 阿玉远远站着 目送钢田 不一会儿 咚咚咚的马蹄声 已越来越模糊 阿玉游荡着 来到一处水塘边 眼神空洞地盯着水看 一只大雁 扑通的翅膀飞起来 飞向漫无边际的夜空 阿玉的心 也跟着那大雁 滑破浓雾 飞向没有终点的远方 尾巴 媒婆的嘴 骗人的鬼 在媒妇之言 父母之妹的那些年代里 男女双方的信息 都握在媒婆手中 男女双方对于对方而言 都是媒婆描绘出来的 是基于信息的想象综合体 各种好 好上天 家家户户 婚嫁时 敲锣打鼓 说的说 笑的笑 喜的喜 闹的闹 那叫一个happy 热闹进过去 夫妻俩开始了解对方 认识对方 这时候心就渐渐冷下来 彼此之间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原来你是这样的啊 原来你家是这样的啊 原来你喜欢吃大蒜啊 原来你睡觉之前不洗澡的 原来原来原来如此 古时候有位富家公子 年方二十有三 五官端众 相貌堂堂 唯独有一点 这位公子 起码摔断了一条腿 治好后 走路不成问题 但仍旧一拳一拳的 因为此 多门亲事最后都没成 老爷心里着急 放出风去 谁能给儿子 找到合适的小姐 谢金一百两 有位陈媒婆看到后 找上门来 说有位合适的 大户人家小姐 媒婆告诉公子 口说无凭 我让你俩见一面 双方都没意见 就择日成亲 媒婆临走前 嘱咐公子 8月15 白云安做会场 骑一匹白马前去 到8月15这天 诸多善男性女 都到白云安夜拜 公子骑匹白马到安前 只见媒婆身边 站着一位年轻小姐 那小姐 体态婀娜多姿 眉清目秀 正拿着一只花 放在笔下秀呢 公子心话怒放 回去便催促父亲 赶紧下聘礼 婚后 双方即使心里有怨 又能怎么办呢 媒婆可什么都没说 到了自由恋爱时代 媒婆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结果变得更好了吗 不 男人主动选择骑马 还说自己是个王子 职业就是骑马 无论如何 都不肯从马上下来 女方呢 说自己是个插花老师 永远拿着一只花在绣 无论如何都不肯拿下来 婚后 双方即使心里有怨 又能怨谁呢 不都是自己看上的吗 听好话容易 听真话奶 与其找遍对方身上闪光的点 不如先看看对方最暗淡的部分 自己能否接受 暗淡的部分总是藏得很深 所以找起来也并非意识 在我的经验里 暗淡的部分和闪光的部分 经常是一半一半的 如果遇到某种情况 不灵不灵闪光 暗淡的部分非常小 且并不要紧 那就要小心了 骗子设的局也多是如此 有时候听到妇女们 给别人家的小孩说美 哎呀那家好 有钱 人也好 学历也高 还是我二大爷家 嫂子小叔他姑的六表姐夫呢 我一般听到这种话 心里就不住感叹 哎 又有人要倒霉了 片中的阿玉 陷入放贷人情妇的泥潭 无法中托 偏偏这时又遇上大学中钢田 钢田的出现 像一束光 照亮阿玉暗淡的世界 这束光对阿玉而言 太有吸引力 即使飞蛾扑火 也要追光 但阿玉并不是大雁 更没有可以扑通而起的翅膀 冲动一场 什么也改变不了 阿玉农做的最大改变 就是好好绘画自己 存钱 置办产业 这或许农中学到一些主动权 当然我这个说法 也是基于现在 秀子在自传 《我的度视日记》 假哭那一张里 把表演比喻成做菜 即使厨师厨艺在高超 但要做钓鱼浴汤 却只有鲸鱼肉 这个也是无法下手的 演员只有一张脸 一个躯体 圆脸不会变成瓜子脸 高个子 不会变成矮个子 没有比扮演 与自己肉体相距甚远的角色 更让人痛苦的了 一个演员一张脸 什么样的气质 就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小金在书信集里也说过 通常我在写剧本时 都会依据 要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的 戏录和性格来写 这样演员也轻松 只要是好演员 我总是想在下部电影中再用 即便是勉强创造一个角色 这里我想到了钢铁茉莉子 性格是轻巧灵动俏皮的 自然台词也是如此 贴切极了 总结起来就是适合 演员本身的身体条件 气质 口音 一颦一笑 都有其适合的人物角色 适合的情绪 为演员本身打造角色 而不是强加值 会让一切更顺畅 鞋子的好坏 不分贵贱 合脚才好 再贵的高跟鞋给我 有什么用呢 远不如一双几十块钱 合脚的帆布鞋来得舒服 阿玉能做的适合的事 就是为自己积蓄力量 关于爱情 有了力量之后 才能热魔他法 做适合的事 喜欢适合的人 弃合自身 不过分强求 或许能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吧